来,看到第一个语法 くさい 借在名词后面,一般是表示带有什么的味道 一般都是用于相对不好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句子 第一个,あせ 汗 あせくさい 有汗味 来往下走 かびくさい 发霉的味道 さけくさい さけくさい 带酒气的 どろくさい どろくさい 土心味 心味的 がすくさい 这个瓦斯味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句型 身上都是汗味 赶紧去洗个澡 あせくさい 川の魚はどろくさくて あまり好きじゃない 这个河里的鱼呢 有股土心味 感觉呢 我不太喜欢 あまり好きじゃない どろくさくて あの人は最近ちょっと ばたくさくなった ばたくさい 就是表示 洋气十足 那这个地方 一般接上这个くさい 之后呢 就是一个形容词的表达了 那可以把 い变成くじゃなった 表示一种变化 ばたくさくなった ばたくさくなった 它呢 最近好像 变得越来越洋气了 来 我们看到 除了这一大堆 接名词之外呢 还可以接在一些 像形容动词的情况后面 保留它的这个词干的部分 比方说 常见的有 めんど 麻烦 那么是加强其 它的这个程度了 强调一下 那么めんどくさい 是非常的繁琐的 非常的麻烦的 来 往下走 てれくさい 这个是害羞的 てれくさい ばかくさい 愚蠢至极的 ばかくさい けちくさい 相当的小气 けちくさい 同样的 一般也是不太好的东西的 来 我们现在看到第一个 そんな そんなばかくさいこと するのは よしなさい 请不要呢 去干这种蠢事了 そんなばかくさいこと するのは よしなさい なさい 很随意的表达 来 往下走 うち うちのちちおやは けちくさくて 就是 我们家这个 就是我老爸呢 非常小气的 その金を 絶対にくれない 他绝对不会 给我们的钱了 好的 来 往下面的语法开始 第二个 なになに よがない 或者是 よもない 的形式 一般呢 前面一般都是 接一些动词的 连用型 那么表示呢 说话人并不是不想 而是没有办法 没法 怎么怎么样 来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句型 そのときの気持ちは 当时的那个心情呢 言葉では あらわしようがない あらわす 表达 动词连用型 あらわし あらわしようがない 就无法表达 当时的心情 真的是无法用言语 来表达 ほど 程度 强调 已经到了这样的 一个状态了 我们再来读一下 そのときの気持ちは 言葉では あらわしようがない ほどだった あらわしようがない 或者 あらわしようもない 一心 こんなに壊れては 如果 论成这样子的话 もう なおしようがない なおしようがない なおす なおしようがない 没法修了 濫成这样子 真没法修了 好了 来往下走的 这边的 彼の行き先がわからないので 連絡しようがない 連絡しようがない 我不知道他去什么地方了 所以 没办法 联系到他 彼は 感触を起こしたときに 那么 感触を起こす 是表示 发脾气 动怒的意思 那么 おこし 那往下走 おこしたときに おこしたときは 就是表示 他发脾气的时候呢 まったく まったく 完全 彻底的 てのつけようがない 同样的 动词連用型 てのつけようがない 他是毫无办法 束手无策的 他只要发脾气 脾气来 真是拿他没办法 彼が感触を おこしたときは まったく てのつけようがない 好的 那么 这种 接动词 连用型的方式 是非常简单的 那除了这个意思之外 他还有一个 相当于 我们之前 所提到过的 はずがない 相当于 不可能 表示 说话人 根据某一种情况 去推测 内件事 是不可能发生的 是没可能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この道は 簡単だから 这条路 实在是太简单了 迷いようがない 是不可能会 弄错的 是不可能会 迷路的 好 我下走 これだけ 丁寧な 説明書がある だから 那这个 丁寧な 我们也可以理解 是一般是 有礼貌 当然它还可以 表示周到 或者是细心的 感觉 那これだけ 程度 これだけ丁寧な 説明書がある のだから 你看 都已经是 如此详细的 这个说明书了 機械が 機械が 苦手な人でも 就算是平时 不会去操作 这些机械 擺弄 这些机械的人 間違いようがない 也不可能会 搞错的 不可能会 弄错的 同样也是 动词連用型的 不可能的 我下走 これは安全に 作られているので 普通の使い方では 如果是正常使用 正常操作的话 結果の使用がない 是不可能会受伤的 これは安全に 作られているので 普通の使い方では 結果の使用がない 所以两个意思 好的 记住这个 用がない 它有两个意思 都是表示 好 再来一次 好的 那用がない 它有两个意思 接去方式 都是动词連用型 一个是表示 刚刚讲到的 不可能的 根据依据 觉得某件事 是不可能发生的 还有之前强调的是 不是不愿意 而是无能为力 没法 怎么怎么样 没办法 好的 来 往下面走 好 第三个 だらけ だらけ 作为结尾词 一般都是 表示不太好的东西 比方说 满是什么什么 满是灰尘了 满是错误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表现 那么第一种情况 まちがいだらけ 那么就是表示 错误連篇的 まちがいだらけの さく文は まちがいだらけの さく文は 直すのに 時間がかかる 这种 错误連篇的作文呢 要花很长时间 去修改的 那你表示 时间的用途 用到的 这个方面上了 要花很长的时间 去修改 修正 道が 穴だらけで 歩きにくい 这条路呢 到处都是 坑坑わば的 不太好走 穴だらけ 直接 接名字 再往下 この部屋は 誰も住んでいないので 这间房没人住 ほこり ほこりだらけ 全都是灰尘 满是灰尘 ほこりだらけ 穴だらけ まちがいだらけ 第四个 慣用句 てお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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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学到过的 意思相当于 采取某种措施 来看到 第一个 ておつ ておつ 首先呢 是表示 采取某种措施 然后呢 还可以表示 买卖达成 达成这个协议的 来 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的 第一个 うわさが ひろまらないように ひろまらないように ておつ 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ておつ 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我们必须要 采取这样的措施呢 来防止 这个谣言扩散了 うわさが ひまらないように ておつ 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必须 采取这样的措施了 好的 往下走 わたしたちの案に わたしたちの案に 反対する日か でないように まえもって 提前的 まえもって 提前 ておって ておっておいたほうがいい ておいた ておく 提前 那么又变成 だ だほうがいい 最好建议 最好建议 我们最好要 提前采取 这样的措施 来防止 这些反对 我们提案的人 出现 わたしたちの案に 反対する日か でないように まえもって ておって おいたほうがいい 好的 まえもって まえもって 封策 封策 五十公里的路程 连续走了好几天 连续走了好几天 五十多公里的这个路程呢 副词表示疲惫不堪 疲れ 疲れ果てていた 那么疲れ果てる 也是表示筋疲力尽 那么连在一起 也是加强这个程度 连在一块 五十キロもの道のりを 何日も歩きつけ みんなはもうくたくたに疲れ果てていた 就是连续走了好几天 五十多公里的路程 大家已经筋疲力尽 疲惫不堪了 好的程度 十人もの男 同样的数词 もの名词 十人もの男が出口を塞いで 塞ぐ 塞いで 那么十多个男人 躲在这个路口 躲在这个出口处 人を通さない 不让别人通过 十人もの男 好 わしあぞ 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には すでに何千万元もの 研究費が使われちゃったのだが 来看到 这个计划 すでに 已经是 疲れちゃった 花了 近千万元 近千万元的 这个研究费用 だが 可是呢 残念ながら 很遗憾的是 まだ 何の結果も出ていない 没有任何的成果 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には すでに 何千万元もの研究費 何千万元もの研究費 同样的 也是强调 它的数量之多 好的 这个用法 完了 往下走到 第六条 何々用にと 那么用にと 它的表達呢 有两种方式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种 它说意思相当于 何々用にしようと思って 也就是表示心理的想法 心理的希望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 第一个 風を引かないようにと ようにと 母は子供に 布団を しっかり かけてやった 就是 ママ 是表示动作主体 那么强调 ママ呢 她想着 心里想着 千万可不要感冒了 然后呢 就好好地 把这个被子呢 盖在孩子身上 那么来看到 かける 那么かけてやる 之前强调过 てやる 相当于 てあげる 一样的意思 表示为对方 做某件事情 只是 てあげる 一般是 平倍之间使用的 那么一般上对下的话 经常会用 てやる 的形式 那么かけてやった 给孩子 盖上了这个被子 心里想着 千万可不要感冒了 ようにしようと思って 强调自己的想法 希望 以及动作的一个目的 来往下走 早く 元気になるようにと 再来一次 早く 元気になるようにと 医者の言う通りに 治療を受けた 那么 心里想着 还是希望能够 尽早的这个 恢复起来 所以呢 医者の言う通り 通り 通りに 是表示 按照谁 说的那样去做 所以就按照 医生呢 所说的那样呢 治療を受けた 去接受了这个治疗 那么 用にと 也是表示 心里的这个想法 和希望 那么另外 除了刚刚 表示想法之外 还可以表示 相当于 何々 ようにしなさい ようにしなさい と言って 表示直接 向对方提出 一种请求 或者希望 或者是愿望 比方说 看到 二人の相場 两位 僧人呢 どうか どうか 请 日本に来てくださる 日本に来てくださる 用一个礼貌表达 平时的话 我们可以说 来てくれる 还用的更礼貌 一点ね 来てくださる ようにと ようにと 頑心に 頼んだ 拜托他 两位僧人呢 拜托到 这位 见证和尚 说道 请一定 来我们日本 相当于 ようにしなさい と言って 提出希望 和要求 和想法 酒は健康に 有害だから 因为这个酒呢 对身体 是有害处的 飲まないようにと 医者から 注意された 表示被动体 那 主动着 我们用から 那么 因为这个酒 对身体不太好 所以呢 医生呢 他提醒我 要我不要喝了 飲まないようにと 提出建议 和希望 要求 好 ようにと 一个是表示 想法 一个是表示 说话 或者提出 他的一个要求 或者是 表示他的一个 希望和请求 好 往下走到第七个 那么这个用法呢 他的意思相对 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不变的部分 有一个关键部分 是だけ 那么前后 重拾同一个动词 首先我们来看到 第一种情况 那么动词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基本上 是以原型为主的 那么加上だけ 那后面再出现 同样一个动词 使用到贴行的情况 相当于 该做的事情 没有做 只做了该动词 表示的意思 相当于 指怎么 光怎么 但是没有怎么 好 比方说 看到 文句を言う 发牢骚 文句を言う だけ 言って 同样一个动词 那么第一次 使用的原型 だけ 加同一动词 可以行 连在一块 表示 只说这个 只抱怨 或只说一大堆 发一大堆牢骚 何も 何も 伝って 手伝ってくれない 一点忙都不帮 那么 只做这样的事情 不做什么什么 好的 那么我们再往下面 看到第二种用法 那么这种用法的特点 就是 だけ的前面 是动词的可能型 用到可能态 那后半部分 看到 接同一动词 相当于尽可能 尽量的去做什么样子 少しでも 時間があれば 読めるだけ 読みなさい 有时间的话呢 就尽量去看一下 好 看到 接在 大的后半部分 那么 大だけ 再加同一动词 强调 欲望得到满 这个满足的 来我们直接先看句子 理解一下 日曜日は思い切り 寝たいだけ 寝ることにして 那么 思い切り 副词 尽情的 彻底的 那么 寝たいだけ 寝る 就相当于 连在一块 星期天 我想怎么睡 就怎么睡 我想睡到自然醒 都可以 这个意思 一直做到自己 满足为止 就用 大だけ 再加 该动词原型 好的 三种接续 那么 到第八个 我看到 何々に関する 其实这个语法 就相当于 以前我们学过的 について 有关于什么 何々について 那么 に関する 比它要正重一点点 正式的多 来首先看到 它的接续 那么一般的话 前面一般是名词为主 那么 如果用到する 可以后面再修饰 其他的一些名词 之类的东西 那么に関して 作为一个连接 关于 有关于什么 什么东西 比方说 この事件に関する 調査報告を 読みました 我已经读了 有关于这件事情的 这个调查的 这个报告 那么这里我们用到是 に関する 后面我们还可以再 继续修饰 这个名词的部分 有关于这件事情的 调查报告 将来に関する 希望を 聞かせてほしい 聞かせる 聞かせる 让谁说一说 谈谈什么东西 那么て 欲しい 可以表示希望和想法 或愿望 那么连在一起 将来に関する希望を 思い出がある 意見を交換した 動詞連用心加用意 那么動詞連用心加用意 可どうか 可以表示是否 那么电脑是否好用 用起来是否方便 ソフトで決まる ソフトで決まる 关键呢 还是要取决于这个软件 使用意 好用 用起来方便 最近 履きよい 履きよい 相当于好穿的 或者穿起来舒服的 履きよい靴は 見つけにくいですね 真的不太好找呀 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呢 最近履きよい 好穿的 靴は見つけにくいですね にくい 動詞連用心 表示难以 不好找最近 好的 この万年筆は ペン先がなめらかで なめらかで かきよいです かきよいです 这支笔的笔尖呢 ペン先 非常的滑 顺滑 那这种感觉 可以写起来 是非常好写的 好的 那么记得 前面是意志性动詞 かき 还有这边的 はき 还有つかい 好的 我们往下面 看到第十个 したい したい的意思比较多 我们单独来分开 看一下 那么第一个呢 就作为一个普通的名词 那么意思表达了 有像这么多情况啦 这个程序啦 次序啦 等等等等 那先看到 它作为一个普通名词的 这个使用 来看看第一个 ぶんげのゆうべのしたいは いちをきめました いちを 是大概 大致 怎么怎么样 いちをきめました 基本上定下来了 那么 什么东西 看到前面 ぶんげのゆうべ ぶんげのゆうべのしたい 相当于文艺晚会的 这样的一个大概的 一个流程呢 基本上 已经大概定下来了 チェック チェック チェックをお願いします 这样的一个流程 或者是这样的程序 程序 にしたがって 按照什么什么 那么 结婚典礼呢 正按照之前 所定下来的 那个程序呢 じゅんちょうに 非常有序的 顺利的 おこなわりだ 进行 结尾詞 那么 结尾詞的话 相当于 要看什么 而定 也就是 一个事情的 结果 或者一个事情 的一个状态 主要是取决于 某个最关键的部分 那么 也就是 在前面的 那个部分 那么 一般是 一些名词 日本語 来我们先看 这个句子 日本語のレベル レベルがどのぐらい たからめるか 好 加上主意 は 君たちの 勉強したい 前面的东西 要如何发展 主要是看 したい 前面这个 关键的部分 来取决 来看它来定 那么 就差不多 相当于 日语的这个水平 你要提高 能够提高到 什么样的 一个状态呢 往下走 完全取决 你们的这个 学习情况 和努力的多少 来我们再读一下 日本語のレベルが どのぐらい たからめるかは 君たちの 勉強したいだ 取决你们的学习 由 什么什么 而定 好的 往下走 自国の サタンも 禁したい 惯用说法 就是 表示 有钱 能使鬼 推磨 也就是 有钱 啥事都办得到 来看它往下走 どうは 解释 お金があれば 何でも自由にできる 只要是有钱 啥事都能办得到的 这本 过分强调 金钱的 作用的一则 宴语 好的 那 继续往下走 いいと 言ってくれるかどうかは 又是 かどうか 是否 那么 言ってくれる 前面 强调いい 那么这里 可以理解成 他是否能够同意 或者能够答应 往下走 その時の 彼の 気持ち したいだ 完全取决于 他当时的 这个心情 来定 OK 好 我们来看到 したい 前半部分 全都是以名词为主 嗯 一件事情 怎样发展 主要取决于 这个したい 前面这个名词 来决定 由这个来定 好 来 往下面走到 看看 那么这种情况 看到第三种 接待动词的 联用型后面 就像这个单词 比方说 受けとる 变成动词联用型 受けとりしたい 接动词联用型 表示的意思 相当于 何々すると すぐに 一旦怎么 立刻怎么 前项动作完成 后项紧跟着 就进行 相应的一些动作 比方说 手紙を受けとりしたい 就相当于说 一收到信 返辞をした 就马上写了回信 一怎么 就立刻怎么样 继续走 つき でだ つきしたい 那么 动词联用型 那么 只要一到 連絡する 我就会联系你 好的 那したい的用法 大家 单独要记一下 三列用法